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圣经宇宙大学 今天我们要来给大家知道这个所谓圣经宇宙大学的含义 请我们来看 圣经宇宙大学推荐好学多知 希望大家都是好学 你就能够多知 那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就是圣经宇宙大学的含义 那这是第二部 上次我们已经讲过 给你们解释了圣经宇宙大学的含义 那今天是第二部 那这个我要再跟大家再讲一遍 就是说我们这个为什么要取这个圣经宇宙大学为这个名字呢 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所有的大学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大学 都还都是我们知道都是这个教育的最高的这个学府 可是我们知道说 我这个研究这个圣经研究了好久好久 四五四年吧 那我就下了一个结论就说 我们这个每一家大大学虽然供应了很多学问学识啊 很多博士啊什么 可是呢 只有只代表一部分的学问 因为另外一部分的学问 我们普通的大学是没有的 那么那另一部分的学问呢 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 在这个圣经这个本质 能够发现说 这个圣经这一本啊 都有这个两部分 就是说一部分的这个学问 在这个普通大学的学问 还有另一部分就是宇宙 宇宙的学问 是普通大学是没有包裹的 所以有很多问题 很多问题就是普通大学是没有答案给我们 可是呢在这个经文里面有答案给我们 那这个什么问题呢 上次我给大家分享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 就有这个善恶的问题 那善恶的问题 在这个普通大学 能不能有这个解释 能不能有这个答案呢 的确是没有 没有 所以 所以今天 第二步 第二步就是说 上次我们 问的问题说 善恶 是怎么来的 就是说 我们一生下来 已经是有善恶了 那究竟是 怎么一回事呢 就没有答案 我们已经给大家分享了答案 上次 那今天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知道吗 这个 我们心里面有这个恐惧啊 有这个害怕恐惧的心啊 这个恐惧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们今天 就要有这个答案给大家 请我们来看 在这个创世纪啊 第三章第八节 说 天起了凉风 耶和华 就是上帝 耶和华上帝在园中行走 亚当和他 七指 听见 上帝的声音 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 躲避 耶和华上帝的面 这个很明显的 这个 这边说 上帝到来 来拜访 这个 亚当和夏娃 这个 这对男女 这对夫妻 是上帝所创造的 可是 他们躲起来 为什么他们躲起来呢 因为 他们害怕 他们有这个 恐惧的心 那 为什么呢 因为 他们被这个 这个蛇 撒旦 扶在这个 扶在这个蛇 里面 来 欺诈他们 来 引诱他们 引诱他们 叫他们 吃这个水果 这个上帝说 这个水果 是 禁果 是 你不能吃的 就说 在 在原子里面 每一棵 果树 你都可以吃 可是 只有 这么一棵树 你不要吃 可是 撒旦呢 跟这个 夏娃 说 上帝是 是 骗你的 上帝是 怕你 吃了 就会 聪明啊 什么 就是说 引诱他 把这个水果 吃了 那他一吃了 水果 就觉得 害怕 害怕 为什么呢 就因为 他知道 心里面 知道说 他 做了 做了 做错了 一件事 就是说 不听从 上帝 的 这个 的 这个 命令啊 那这样的话 这个 这个 害怕的 这个心 就永远 跟着他 那我们 每一代 每一代 就 就也是 如此 因为 就传下来 就好像 这个 这个 疾病一样 把这个 害怕 的 这个心 就叫做 内疚啊 叫做内疚 就传下来 所以 这个 这个答案 只有在 圣经 才能够 找到 我们普通的 大学 是找不到的 所以 今天 要跟大家 说 这是 这是 另外 一个 理由 就是说 我们 取了 这个名字 叫做 圣经 宇宙大学 我们用 圣经 来当做 我们的课本 所以 普通大学 没有答案 只有我们 这个 圣经 宇宙大学 有答案 给大家 希望大家 能够对 这个 圣经 有兴趣 你可以 加 更加 广阔 你的 知识 就是跟 包括 这个宇宙 的知识 先生 這次是